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新闻一开始,有一则和花莲乡亲有关的交通讯息要告诉您 南回铁路电气化的最后一里路 屏东访辽到台东资本之间的路段 在20号是正式的通车了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前往参加了通车仪式 并且搭乘火车来试乘 而23号正式上线营运之后 花莲到高雄之间的铁路搭乘时间 可以减少39分钟 由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交通部长林佳龙 共同按下水晶球 象征南回铁路电气化工程正式完工 同时也见证了环岛铁路的里程碑 南回铁路电气化正式通车 我们终于能够见证南回铁路电气化的通车 台湾环岛铁路电气化的最后一里路 总算正式接起来了 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工程 还记得两年前 刚刚胡居长也提到 我到太马里视察进度的时候 工地是沿着山边搭建起来的平台 相当的陡峭 而且为了不影响列车的通行 施工团队往往是利用半夜来改工 所以我要先向现场的 我们的行政团队的同仁 以及参与工程的每一个团队 表达最大的敬意 也谢谢你们克服困难挑战 顺利的达成任务 而行政院长孙贞昌更是拿起简报笔 向总统以及台下的民众 说明南回铁路电气化的过程 是有多么的困难 今天这个南回铁路 123.4公里这个电气化 这可都是在最艰苦的 从山进岭中 在碎破破碎袋的边坡里 1500个工人 当大家都在睡觉时 他们却是连夜的赶工 如果不是上面有总统交代坚持 如果不是一代一代的政府这样子接续 如果不是立法院通过预算 如果不是这些辛苦的技术人员 在立市的交通部这样的规划盯紧 今天这一个铁路怎么有可能全导全部电气化 而这个电气化后 全导铁路平权 所有的乘客都可以浦游马 泰鲁格全国贯通 而在启动水晶球之后 总统蔡英文也特地搭上了浦游马号 从台东搭往泰马里站 体验首航的旅程 而交通部也指出 南回铁路电气化全线通车后 高雄至台东将可以缩短27分钟 而高雄至花莲将可以缩短39分钟 而且因为电力列车的投入营运 增加班次 南回县的运能平日将可以提升7% 而假日更可以提升到13% 让无论是返乡或是出游的民众 都能够更加的便利 记者 陈静玲 台东市报导